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题目是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别人看不穿 和你聊聊唐伯虎 要说唐伯虎的故事 我们可以从他最花繁锦簇的鼎盛之时说起 大约是匹吉泰来开始 一开始唐伯虎的父亲唐广德去世已三月有余 唐家的经济支柱已然清颓 家里的积蓄也被唐伯虎用到了不胜多少 此时柱之山前来劝解唐伯虎 意思是他需要学习八股走仕途为师正理 唐伯虎倒是爽快答应 他说道他只需一年复习就可以考中 唐伯虎这时候说到做到 自此闭门读书 所谓好事大抵一波三折 唐伯虎因放浪行骸被官员方志诟病 不愿录取他 后得知苏州知府曹凤欣赏 终于通过了提学考试 后乡试主考官梁楚 看到唐伯虎的诗卷惊为天然 唐伯虎终得天府乡试榜首戒缘 此番以后唐伯虎名声大噪 可叹 人们总是在高处得意忘形 忘记了灯高会跌众 唐伯虎也未能免俗 唐伯虎在乡试第二年参加了政科会试 那时唐伯虎意气风发 几乎是以准官员自去 自是去结交官员 工筹交错 日日升歌夜宴 仿佛已经是金棒提名 然而好景不长 唐伯虎被现实狠狠地打脸 在参加考试后不久 爆发会试谢提案 官员上书弹劾奏章 称主考官成敏正 收受唐伯虎和徐晶等人贿赂 因此唐伯虎被下狱 此时会试的榜单发布一片繁华 可是与唐伯虎再无瓜葛 最后查明一切为冤案之后 唐伯虎被放了出来 他不可能做官了 朝廷给了他一个公职 可是唐伯虎以 是可杀不可辱为由不去上班 这就是为何世人会称唐伯虎为唐借源的缘故 也是他满腹经伦 却没有缠功折柜的原因 唐伯虎后来总结道 若是自己低调一点 说不定一路平步青云 若自己肯下苦功夫看书 说不定文章造诣更高 若自己对于作画更加精进 说不定当时会更加明造全国 而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然而我们看到当时唐伯虎的考学之路 被阻断之后 他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后悔 而是走入世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的境界 以好色和好酒回避大约会叛逆的宁王招募 没有投靠宁王继续走仕途 既无执念又足够清醒 一个天之骄子 人人都觉得会礼于月龙门的情况 被阻断科考 唐伯虎没有选择投靠权势 证明自己的实力 这既是睿智又是洒脱令人可敬 关于唐伯虎不得不提的是 他的一位挚友文征明和他的爱恨情仇 相传文征明是文天祥的后人 不知是不是天生的高风亮节 文征明虽然也是江南才子 可就是不像唐伯虎那样放浪不及 而是处处的谨小甚微 比如唐伯虎偶发兴致写给文征明的信 唐伯虎的信再无人知晓 仿佛是信之所致 好笔一挥没半分留存 而文征明写给唐伯虎的信 不仅有留存 还用笔墨写明几时几日写的 这些就说明唐伯虎和文征明性格不一致 并且文征明是喜欢下苦功夫的人 擅长最难学的小凯 后人称他明凯以文恒山第一 并且文征明为人方正 有三不应 分别是不应官宦 不应侯王 不应外仪 世人都说文征明迂腐 可是这样一个迂腐的文征明 却是唐伯虎一生之有 最有趣的是 迂腐的文征明屡屡劝诫唐伯虎 要刻苦 要努力 要上进 要丢掉自己欢天酒地的毛病 这仿佛像是一个长者 在不厌其烦地教导自己的孩子 这也让一贯嘻嘻哈哈的唐伯虎 非常不耐烦 所以唐伯虎和文征明的关系 经历了年少惺惺相惜 而后闹翻不理 再到中年亲密联系 从他们的友谊 我们仿佛看到了友谊的真谛 有些友谊开始会很好 后来会因为时间 距离 性格 爱好 渐渐远离 过了一些时日 再次把酒言欢 而后的结局 就是各有各的远法 好了 坏了 都有可能 我要说 文征明幸而遇见唐伯虎 为何呢 唐伯虎特别孩子气 闹归闹 不理归不理 可是气过了 又像蜜糖一般 来粘着文征明 唐伯虎之所以为唐伯虎 就是他的个性 淘气归淘气 什么都不往心里去 这样的唐伯虎 迂腐的文征明 也无能为力 所以 对于文征明的苦苦相劝 唐伯虎不愿说得太过明白 听卷了文征明的话 唐伯虎就选择远离 想念文征明的时候 又不计前嫌的年上去 不管文征明愿意不愿意 这是唐伯虎的可爱与潇洒 要说唐伯虎的友谊 都是这样的好笑又好气 那么 谈到唐伯虎是绕不开 唐伯虎点秋香的典故 这便是冯梦龙 警示通言的妙笔 说是唐伯虎某日在游船上作画 忽然间旁边船上有一位美貌女子看着她 唐伯虎看到便惊为天人 打听到是华太师家的船 便乘坐朋友的船赶紧去追 到了无锡 唐伯虎一路追到了华太师的家 唐伯虎便换上了破旧衣服 娶华府为奴 这大约也是周星驰的 唐伯虎点秋香电影的由来 同电影中一样 唐伯虎进了华府 改名华安 做了少爷的半读书童 华府的总管病故 想让华安当总管 可是又担心 他在这里待不长久 就主动地将秋香许配给了唐伯虎 唐伯虎也就得偿所愿了 然而和电影不一样的是 成亲当天 秋香知道了唐伯虎的真实身份 大为感动 连夜就和唐伯虎回到了苏州 而后面 华太师偶然到了苏州 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对于爱情 唐伯虎可以不拘小节 哪怕当仆人也要追求 这样颠覆 还是因为他足够洒脱 这就是唐伯虎 一个怪诞的文人 后来 他为了避开大约会造反的宁王 躲进了自己修缮的桃花庵 以嗜酒好色 避开了宁王招庵 唐伯虎后来的种种放浪不羁 不仅是为了掩人耳目 也是天性使然 并且这样怪诞的他 像是明代的软吉 他会捉弄文正名 会三孝取秋香 怪诞好与不好 都是几千年前的事情 现在看 唐伯虎的画 仿佛是酒里酝酿出来的 唐伯虎的诗 仿佛是花里盛开的 如果唐伯虎认认真真 一丝不苟的研究学问 恐怕会诗料洒脱 有诗说道 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之 李太白也是斗酒诗百篇 我们喜欢津津乐道的唐伯虎 大约就应该是这样 布局一格 讲的洒脱人才 历朝历代 那样多的状元榜眼 连众三远 可是被诗人知道流传的寥寥几个 而唯有银者刘其名 那样多的文人骚客 传了几千年 书配着自己的个性 酿成美丽的诗篇 所以通透的个性 豪侠的洒脱本质 到这世上走一番 留下一段逍遥叹 唐伯虎美哉 有人说唐伯虎吃 其实吃的不只是唐伯虎 还有为了生计 兢兢业业的人也为耻 爱上爱情不可自拔的人也为耻 有理想的痴迷理想 有追寻的痴迷追寻 而唐伯虎痴迷的 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幻境 痴迷一个人 痴迷一件事 痴迷一种状态 就是告诉自己 这人生啊 还有笨头 我每天一觉醒来 还觉得元气满满 这就是吃的好处 希望大家也能找寻到 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痴心 痛快活一场 我在唐伯虎的人生里顿悟到 人生短暂 原来一个人的生命 终究是为了活出自己 这个浮躁的年代 人更应该向内寻找自己 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的人生价值在哪里 什么是你与别人的相处之道 当你真正发现自己 成为自己时 你的生活和工作 才会豁然开朗 这一生才不会被别人的评价左右 找到真正的意义